台北市长张峰旭是在今天上午10点多钟 先行着了螺丝浮路的水源地 然后到新电锡水源地 原始发电厂清电工程进行的情形 新电锡水源地设置的发电厂已经完成65% 一定在本月20号装置发电机 装好以后立刻发电使用 自己发电供水 这样可以避免台电公司停电 而停止供水的情况 双市长在学习中 指示水厂要尽力地解决供水的问题 应该设置服务中心 装置专用电话 害专人做24个小时的服务 水厂厂长赖腾庸 今天也报告了有关 次来水供应的情形